桃园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种植鲁冰花 这是北科大EMBA淘资台班响应国际生长者日所规划的鲁冰花加赖三部曲活动 带着特教生一起实地走访大北坑休闲农业区种花 并带他们制作盆花一麦 所得会交给同学让他们回馈给辛苦的妈妈 由学生自己灌溉自己种植 然后在两个月后呢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部曲 就是我们到二月鲁冰花季的记者会的时候呢 共同来成果的一个发表 同时接受企业的一个认购 那每一盆是200块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销售认购的一个所得呢 由学生自己包成红包 竞谢给他的父母亲 他的母亲 做这样一个能够让学生勤劳自立 同时感恩校轻的一个活动 罗宾花加赖这个计划是北科大EMBA淘资财班实践社会责任 跟永续发展的精神 其中花费的花财总子跟器具都是同学捐赠给特教学校 他们说参与的过程很有趣 也可以帮助到社会弱势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们这一次参与活动呢 我们动员了全班的力量共同来合作 把我们的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社会责任 把它散播出来 有爱有关怀 经由弱势的团体 让我们知道在社会最角落的地方 还是需要人家来关心的 那今天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看到我们特教学校的同学们 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可爱 那么他们对于周遭的人的关怀 也特别的有感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鲁冰花将来这个计划 不仅能让特教生认识鲁冰花跟种植的知识 透过自制彭花跟艺曼 也让孩子们有自力的成就感 桃园特教学校校长表示 很感谢一言别的同学们 给孩子这样成长的机会 让他们有很多的收获 让大家体验说 我们的学生也可以有所成就 在栽动植物上体验生命的教育 特别特别感谢北科大的同学 EMBA的专班 我们成立了鲁冰花加赖的群组 协助我们销售我们学生的手作的盆栽 希望学生在体验这样子的盆栽的过程中 也体验出生命的教育 也体验出母亲对他们的照顾 能够进行校轻 让学生学习能够勤劳 这些鲁冰花盆井总共有1000盆 逸卖价格是一盆200元 仅开放企业团体认购 协办活动的大北坑修区也表示 如果孩子们的花没有种好 他们也会补上足量的盆花用于逸卖 也希望抛砖一域呼吁更多人一起关怀社会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